那一個字牌是沒有用任何的濾鏡 即使我塗了口紅 我的牙齒沒有變黃 很白耶 我就覺得很紅啊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來跟大家分享 我怎麼美白我的牙齒 那最近可能大家都有發現到 我有開始拍很多的打鼓的短視頻 然後我就有發現到 其實觀眾喜歡的好像不是我打鼓 而是我的笑容 我才意識到我不是賣衣的 我是賣笑的 而且我的笑好賣到可以上8度空間 我的笑多麼的重要 自從我發現我是賣笑的過後 我就開始看回去我自己的那些短視頻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我的笑還真的挺好賣一下 挺好看的吧 但是就是牙齒黃了一點 我就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去美白牙齒 然後我就開始上網找一下 有什麼美白牙齒的方法 然後當然最簡單也是最經濟的方式 就是用美白牙齒的牙膏 然後我就買這個牙膏 我用了整支牙膏過後 結果跟我想像的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變白 然後我就下定決心 一定要去照燈美白我的牙齒 然後我就有上網找 萬魚 whitening kit and 去牙醫診所照燈的那個分別 那在這裡我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照燈有兩種燈 第一種就是UV light 第二種就是LED light 那你去牙醫診所 弄的就是UV light UV light你做一次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就只有牙醫能夠用UV light來操作 那另一種就是LED light 你需要做很多次才看到那個效果 但是它就是安全哦 你在家自己也是可以弄的 本來我是想說要去牙醫診所弄的 但是很貴 所以我就選擇了買居家的 whitening kit 然後我擔心的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 用whitening kit的話會不會導致牙齒敏感 那我就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其實假如那個whitening serum 不要塗到你的牙齦就可以了 我就剛好看到我朋友的朋友 他在做whitening kit的業配 然後我就去找這個whitening kit是什麼 brand 我就發現到原來它是馬來西亞的一間牙醫診所 Dr. Clear Aligners 出的一個whitening kit 然後我就有去Dr. Clear Aligners 的website 找關於這個whitening kit的information 我甚至有去PM他們 問 诶 你們是不是FDA approved啊 這一個 然後他就有reply我說 他們的這個whitening kit 是International approved kit 然後我就有問 你們這個會不會弄到牙齒敏感的 然後他就有說 诶 會哦 然後我就說 蛤 這樣你要不要拐好勒 然後我就問我朋友的朋友 然後我就有跟他說 我知道你是在做業配的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真正的feedback 然後他就有跟我說 哦 其實不會很刺激 他用到沒有牙齒敏感 我聽到他這樣子講 我決定要買 然後我就去下單了咯 剛好我下單的時候 他們是在做launching promotion 是390塊 他們原價是700塊 哇 很逮啊 你一打開 裡面有雪橙 它還有這個instruction book FDA approved CE approved 然後這個就是照牙齒的燈 他的線是這樣的 他的頭是micro USB 有很多converter 有iPhone的頭 Type E的頭 USB的頭 我是用Type C 所以就是這樣 連接起來 插去你的電話 開一開 16分鐘過後 他就會自動關燈 每一次做呢 都是16分鐘 然後你需要做12次 所以還有照燈之前 你需要塗這個witening kit 在你的牙齒上面 第一個就是我用過的 他有給3隻 我用完12次 這一隻都還有用完 就是我頭兩次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 怎麼好像有效果這樣的 然後我就想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口水 dilute了witening serum 就變成它的濃度沒有那麼高啊 所以 一個小小的tips 每次要塗witening serum之前 我就先用Tissue 抹乾我的口水 大概第6次 我是第7次的時候 我就發現真的有變白 我是怎麼發現到的呢 剛好那一天有拍攝 畫了美美的妝 我就自拍 那個自拍是沒有用任何的濾鏡 過後我就發現到 我的牙齒很白 因為之前塗了口紅過後 我的牙齒會變得更黃了 因為顏色的contrast 然後我就堅持用到12次了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效果 然後我給你們看這個對比圖在這裡 那時候我post了instagram的story 過後很多人來問我一下 你那個真的有效的嗎 什麼什麼 所以我就希望透過這個視頻 可以解答到大家的疑問 這下一個視頻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 要嘛就是針毛 要嘛就是塗毛的東西 OK 這一期的視頻就到此為止了 假如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點贊 關注 分享 打開小鈴鐺 下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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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